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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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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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发现他今天所跟从的这位神 跟他以前在乌尔的时候 所认识的那些偶像是很不相同的呀 以前所认识的那些所谓的神 人活在他们的面前 要想得祝福 要想得帮助 人在他们面前必须怎么样 要行得好 对不对 你行得好 我就赏赐你 你行得不好 你落在患人的里面 那是当得的 是不是 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我们到庙里去拜菩萨 是不是这样子 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可是亚伯兰今天现在发现 他现在所跟从的这一位耶和华神 不一样 不一样 尽管亚伯兰按照自己的心意 下了埃及 他按照自己的心愿下埃及 他所行的是失败的一塌糊涂 可是神没有因着他的失败 而在那里任由他失败下去 反而倒是出手相救 就挽救亚伯兰与水火 保全了他 保全了他的妻子 而且保全了他的家 经过了这一次 亚伯兰一定是有一个很全新的认识 这一位神 他行事 不是凭着人的行为 乃是凭着神自己的信实 阿们 我们今天来信告他 就像亚伯兰一样 一旦我们成为了他的人 我们信告他 就归在他的名下 就成为他的人 尽管我们的信心有时候软弱 但是他必保守我们 保全我们 直到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成全 这是我们所信的神 原来是这样的一位神 弟兄姐妹们 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 好不好 好不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如果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 是凭着我们的行为来赏赐我们 来保全我们 那我们心里面会有平安吗 不可能 对不对 因为我们哪一个人不是软弱的呢 我们都是软弱的 但是感谢神 他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弃绝我们 倒是要保全我们 倒是要在恩典当中来扶持我们 感谢赞美神 亚伯兰经历了这一次的恩典之后 他对神有了新的认识 那会如何呢 哎 我们读下面的故事 我们真的发现 他的心中的信心 真的是得到了极大的建立哈 今天我们来读 昌世纪的第十三章 这段故事 就看见亚伯兰从埃及回来了之后呢 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叫我们看见他的信心是真的是被真实的建造了 那这十三章的经文呢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分享 第一节到第四节 啊 叫我们看见亚伯兰真的是被建立了 所以我跟这一段小 这段起了一个小标题 一节到四节 起了个小标题 就叫做恩典建立生命 恩典建立生命 第五节到第十三节 我们看见一个被建立的生命 他遇见事情的时候 那终于可以平信而行 终于平信而行 第五节到第十三节 第十四节到十八节 我们再一次看见耶和华神讲话 我们再一次看见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讲话 在这里我们看见 原来叫我们的信成全的是他 是我们的神 是他叫信成全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当叫我们的信心得以成全 那是谁在成全我们的信心呢 还是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今天分成三个部分来分享 我们先看第一部分 第一节到第四节 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 并一些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 在上一章的下半段 亚伯兰跟沙莱下了埃及 遇见那么大的事情 可是在那里有没有提到罗德 有没有提到罗德 没有 没有 但是罗德的名字完全没有出现 要不是十三章的第一节 这里提到罗德呢 我们还以为罗德没有去埃及呢 不是 他有去 原来他有去 十三章的第一节 这里十三章一开始 圣灵就提到罗德 预示着 在这一章里面 罗德将是故事的主角之一 故事的主角之一 圣经特别的说 他们是从埃及带着什么 一切所有的回来了 一切所有的回来了 什么是这一切所有的呢 就是他们在埃及从法老那里所得来的许许多多的财物 第二节这里接着说 亚伯兰的金银深处极多 极多 我们注意 这个里面的这个多字 这个多字 与上一章里面讲饥荒盛大 那个盛大 是同一个字 在圣经里面原文是同一个字 哈 在上一章圣灵说 饥荒盛大 是说到什么 是说到一个试炼要来到 对不对 对亚伯兰的 亚伯兰来说是一个试炼要来到 而这里又说 亚伯兰的金银深处极多 多 似乎也是告诉我们这些读者 这些财物 这些丰富的财物 似乎又是预示着另外一个试炼的来到 然而这个时候的亚伯兰 跟在上一章要下埃及的那个亚伯兰 是不太一样的 亚伯兰在这里尽管拥有了这些财物 尽管没有了从此没有了生存的危机 但在心中似乎也没有因为有这些财物 而觉得非常的满足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他所得的这些东西 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 还是神赐给的 他知道这些东西得来完全是神所赐的 是神的作为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一位以前见过神荣耀的人 而后来又刚刚经历了神的大能 神的慈爱 神的信实 神的保守的这位亚伯兰 现在财物在他的心中 似乎不是他的最爱 而他最可目的是谁呢 是神自己 所以你看他就从南地 渐渐往伯特利去 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 回到了南地的亚伯兰 很显然 如果他这个时候还是停留在南地 他的心中是没有安息的 于是他就继续往北 到了伯特利 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 那是什么地方呢 那是什么地方 在上一章的第八节 那里告诉我们 那里是他下埃及之前 最后一次祝坛的地方 最后一次祝坛的地方 所以到第四节就接着说 也是他起先祝坛的地方 他又在那里求告 耶和华的美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表明他要恢复 在耶和华神面前的敬拜 恢复和神自己 恢复自己和神之间 那个起初的美好的关系 从事与神同行的脚步 听众姐妹们 亚伯兰这个行动好不好 啊 好不好 啊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 回到迦南地的这个亚伯兰呢 这个时候 可能还是心有余悸啊 啊 可能还是心有余悸 你想想看 差一点沙莱就没了 啊 家差一点就破了 在神的大力的挽救之下 沙莱终于回来了 终于回家了 他们一家终于平平安安的 又回到了应许之地 我们想 在如此的恩典之下 他的心中 一定是充满了感谢和赞美 对不对 所以他回到了神的身边 所以他要回到神的身边 所以听众姐妹们 这就是亚伯兰这一次下埃及 所学习的 所学习的功课 神在的恩典的里面 又把他挽回来 又把他带到神的身边 听众姐妹们 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 神赐给我们的恩典 是为了什么 啊 神赐给我们恩典是什么 当我们在主里面生活 神会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 对不对 那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 是为什么 为了他的荣耀 为了让我们在地上可以过得好一点吗 为了让我们地上可以有平安吗 为了让我们地上可以有喜乐吗 那这些东西我们要不要 平安喜乐 要不要 要 可是神赐给我们恩典的核心的目的是什么 前段时间 我们家女儿 在纽约呢 经历了许多的事情 其中有许多的事情 实在是看见神有很大的恩典 那我们就随口就跟他说了 他说你看 这个女儿啊 你看你这一年来 在纽约好好的聚会 神就用这样的恩典来领导你 来帮助你 结果没想到我们家女儿她说什么呢 哎 你们没说反吧 啊 她说不是因为我好好聚会 所以神才给我恩典了 神而是神给我恩典 是叫我好好聚会 叫我更爱她好不好 哎 对不对啊 哎呦 我们一听得很开心啊 她觉得这个女儿最近有点进步啊 感谢赞美主啊 弟兄姐妹们 神给我们恩典 是为了让我们更多的亲近她 更多的信靠她 更多的爱她 更多的跟从她 为了叫我们在这条永生的路上 能够走得上去 叫我们不至于跌倒 叫我们的信心得建立 叫我们的生命得建立 有勇气 而且 勇不怕失败的一直走下去 所以神用各样的恩典来扶持我们 阿们 所以恩典是要叫我们的生命得建立 亚伯兰现在正是这样被建立了 所以呢 他就回到了神的家 神到了回到了神的坛前 回到了神的面前 回到神面前的亚伯兰 终于显出第一次信心的行为 终于可以平信而行 我们看看第5节到13节所发生的事情 终于平信而行 当我们读第5节到第7节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试炼来到了 试炼是什么呢 这一次的试炼和上一次的试炼不太一样 上一次的试炼是什么 饥荒 是缺乏 而这一次的试炼呢 是因为什么 财务甚多 是因为丰富 上次是缺乏 这里是丰富 各位姐妹们 我们常觉得缺乏的时候 我们遇见缺乏的时候 对我们是一个试炼 这个我们能够理解 可是丰富的时候 是不是对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一个试炼 今天丢姐妹们 你们是缺乏还是丰富 我在想你们大部分人可能是蛮丰富的 缺乏 还缺乏 还不够 丢姐妹们我们想问的问题是 当我们贫穷缺乏的时候 这个试炼比较严重呢 还是在我们丰富的时候 这个试炼比较严重 一样严重 我们弟兄姐很属灵 对我来说 我可没那么属灵 当我缺乏的时候 我就懂得拼命地求告神 当我比较丰富的时候 我会那么迫切地求告神吗 我可能不太会 至少我以前不太会 所以弟兄姐妹们 对我们来说 我们这些肉体中软肉的人来说 丰富可能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更大的试炼 同意吗 我们来看看这个挑战 引起失恋的是谁呢 是谁 罗德 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 这里特别的说 罗德是与亚伯兰同行的那个罗德 当我读到这一点经文的时候呢 我就想起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叫什么 叫猪队友 罗德 罗德怎么样就成了 那个引起失恋的猪队友了呢 因为他怎么样 他也有牛群羊群和帐篷 这些财物多到一个程度 以至于那地容不下他们 使他们不能同居 财物多了 人就不能在一起同居 哎哟 这个真是叫人唏嘘不已 叫人唏嘘不已 这真是应验了咱们中国的一句话 可以一起共患难 但是不能在一起享福贵 弟兄姐妹们 什么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核心的诉求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面的核心诉求 你们看新闻都看着什么 嗯 都是要发展对不对 都是要发展都是要繁荣 但是发展和繁荣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和平 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吗 好像不见得啊 不见得啊 在这里的事情就让我们很明显的看出来 对不对 以前患难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相亲相爱 但是当我们一旦真的繁荣了 发展了富足了 财富的增加给我们带来的 并不是和平 倒是给我们带来相争 所以啊 前些年我们 国内的人都知道 在中国生活的人都知道 说发展是硬道理 说 现在的工作 这个 所有的核心的工作 就是经济 所以现在这么看起来 回头再来看 真的是不对啊 人心不改 人心的问题不改变 繁荣和发展只会给我们带来祸患 阿们 怎么会这样呢 罗德 他是与亚伯兰一同下埃及的 一同得了财宝 可是他们之间似乎有一些不同啊 对不对 亚伯兰尽管得了财宝 可是 更重要的 似乎他学了生命的功课 而这位罗德呢 他也得了财宝 可是好像他并没有学习到什么生命的功课 上一章的十节到二十节 那里整个的下埃及的过程当中 圣经支支不提罗德 我们就知道 罗德并没有学习到什么生命的功课 一个生命没有长进的人 却是得了财宝 那这个财宝 很可能 就成为 不是成为他生命的祝福 倒是成为他生命的祸害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我们真的是要求神保守我们 当我们的生命 真是还没有那个分量的时候 千万要求神保守我们 不要发财 同意吗 不同意 同意 只有一部分弟兄姐妹在点头 真的要求神保守我们 千万千万 不要那么快的发财 那么快的发财是很大的祸患 这件事情 至终带来什么影响 罗德这件事情至终带来什么影响 我们看看十七节 当时迦南人和比利西人 在那地居住 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 相争 这些经文 第七节这些经文 在原文里面其实是反着说的 原文里是这么说的 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 句号 然后后面接着说 当时迦南人与比利西人 在那地居住 这么看的话 这里就有点意思 请问一下 圣灵讲他们相争 有些相争就罢了 为什么特别的后面还要加上一句话 还说当时迦南人和比利西人 在那地居住 什么意思 对 圣灵是要讲这个 见证不好 失去了见证 在外邦人面前失去了见证 再请问一下 两个认识神的人相争 见证 影响了他们的见证 请问一下这两个人当中 谁更着急 是生命比较成熟的人比较着急 还是生命不太成熟的人比较着急 生命比较成熟的人比较着急 所以弟兄姐妹们 下次在我们当中 如果出现什么事情的时候 随先出来解决问题 谁就是那个生命比较成熟的人 同不同意 同意吗 同意吗 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成长 下次我们在一起生活 说难免会发生事情 难免会发生 可能会有点相争的事情 可能互相有一点不太对付 或者有一点不太和谐 谁先出来解决问题 谁就是那个生命比较成熟的人 阿们 亚伯兰很着急 亚伯兰很着急 他现在就出来说话了 八节到九节 亚伯兰就对罗德说 这句话的前面 其实有一个字 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受 因此 亚伯兰就出来对罗德说 亚伯兰出来主动的来化解矛盾 他说什么呢 你我不可相争 这句话的中文其实翻译的有点不太好 好像是叔叔在命令侄子一样 其实原文里面的语气是相当诚恳的 是说我求你啊 所以这句可以这样反译 是说我求你啊 让我们之间不要相争吧 也叫我们的牧人之间不要相争吧 是这么个语气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骨肉 哦 这个骨肉这个字呢 如果有一些圣经你看一下 后面有个小字啊 或者是什么 弟兄 如果说是骨肉的话 亚伯兰是求这位子子 顾念他们的亲情 对不对 那如果说是弟兄的话 那亚伯兰是求罗德什么 叫他顾念他们在人之前的见证 对不对 如果我们去读英文的版本 大部分比较好的英文版本 都是翻译成弟兄 就一个字没有讲到骨肉 都是翻译成弟兄 所以我们相信 当时的亚伯兰一定是想到了神给他的那个应许 什么应许呢 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 是不是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今天我和罗德之间都没有办法和维持那个和睦 我怎么可能叫地上的万族因我得福呢 这一定是当时亚伯兰所想到的事情 弟兄姐妹们 亚伯兰有这样的顾虑 我们有没有 我们也当有 今天很多的教会 我到外面去讲道 很多的教会发生的事情 都到外面去上法庭告状 啊 这个有没有见证 真的是好可怜啊 好可怜 神的家里面发生事情 竟然要告到外邦人的教会 外邦人的法庭去来论断 这真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 但愿神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的教会 亚伯兰对罗德所说的话 其实有两个请求 前面是一个请求 是第九节还有另外一个请求 他说遍地不都在你的眼前吗 请你离开我 这个请你又是一个我求你 我求你离开我 你向左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 弟兄姐妹们 亚伯兰的这个话 里面 其实是怀着极大的信心 对不对 是不是 怀着极大的信心 迦南地 请问一下是应许给谁的 亚伯兰的 所以 迦南地 亚伯兰住在这里 那是理所当然的 对不对 就是他的权利 是神所赐给他的应许之地 要搬 那也得罗德你搬财 对不对啊 对不对 亚伯兰可不可以这样吗 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为了成全和睦 亚伯兰他宁可舍己 宁可放弃自己当得的权利 我们再回想一下 亚伯兰下埃及的时候 面对危险面对挑战 亚伯兰为了保全自己 他 舍己吗 上一章里面他舍己吗 他是宁可死了他的妻子 是不是 他这里的时候 面对挑战他不一样了 他真的是宁可牺牲自己 宁可成全别人 所以这么看来 真的 亚伯兰的生命长进了 对不对 亚伯兰的生命长进了 他真的是开始由从神而来的品格 宁可让步 宁可背负 这个正如彼得所说的 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那里说 他说 他说 你们 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 那有什么可夸的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 这在神的面前看似可喜爱的 我再念一遍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 有什么可夸的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 这在神看似可喜爱的 各位姐妹们 神 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 神给我们什么呼召 神给我们的呼召不只是不犯罪 神给我们的呼召是让我们行善受苦 行善受苦 今天要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 这一点其实真的是常常要放在我们的脑子里面 你行善受苦 不看自己是当得的 宁可让步 宁可舍己 宁可吃亏 Amen 最近我经历的一件事情 最近有一个德国的教会 请我去讲道 我一直觉得神给我的呼召 是要传道 做传道的工作 我觉得preaching 就是讲道 我觉得是神给我的呼召 所以外面的教会请我去讲道 我是很难拒绝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呼召 可是没想到 这次要去德国的事情 我跟长老们谈了谈 长老们竟然不太同意 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 我可不可以跟他们争论争论 啊 这个传道我又不是去玩 对不对 我又不是去休假 我是去传道 德国那边真的有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 他们本来是请另外一个弟兄 那个弟兄在国内 在中国大陆 结果那个弟兄没有拿到签证 结果他们五月份的退学会就没人 就 那个弟兄就非常的着急啊 非常 那因为我是被安排在明年去的 所以他们就想把我提前的今年 让我们今年 让我今年就赶紧去救救场子 救救他们 那个弟兄还写了一封 言之非常恳切的信 写给我们的长老 可是 结果呢 对 差不多是那个 我求你啊 我求你让 让弟兄可以来吧 那我怎么办 我们的我们的长老 没有 其实没有明确表达不同意 没有明确表达不同意 但是他们 看出来他们非常的为难 非常的为难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我可以去争论一下 对不对 神给我的呼召就是要传道 我去传道 你们不让我去 这合理吗 我觉得 至此都合理 对吧 至此都我应该去传道 对不对 可是后来我看他们 那么为难的样子 我就 就主动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我说我决定不去了 我决定就留在家里面 跟你们众人在一起 我说我们就多多为那个教会祷告 求神预备别的传道 我这个一封信一出去以后 马上我会看见长老们脸上很有笑容 感谢神 感谢神 成全和睦很重要 阿们 所以经过了神的恩典 亚伯兰现在的活法真的是不一样了 他以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 但是现在呢 他是靠着神的应许 相比之下 罗德还是活在自己的眼见的里面 罗德 第十节 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 他凭着眼见自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 这里描写约旦河的全平原呢 有两面 一面是说那个地方是滋润的 如同耶和华的原字 也像埃及地 那另外一面呢 是写那个地方 在耶和华的面前最大恶极 罗德看见什么 罗德是看见那个地的好处 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看见那个地的危险 于是他们就分离了 凭着眼见活在肉体中的人 和属灵的凭着信心活着的人 是没有办法同居的 于是他们就分离了 亚伯兰就住在迦南地 罗德就住在平原的城邑 这实际上是告诉我们 罗德离开了应许之地 属肉体的人 没有办法看见应许之地的价值 弟兄姐妹们 从罗德的故事 我们真的是要看见一件事情 求神多多保守我们 在基督里 阿们 我以前在国内 我也算是一个海龟 啊 就是海里的乌龟 啊 从海外龟来的 后来我才知道 我回美国之后 我才知道 80%的海龟 以前在美国信主的人 回到中国去的人 80%都离开教会 不聚会了 不聚会了 消失在世界的里面 好像罗德一样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罗德他自以为聪明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 离开了神的家 不可慕神家的丰富 导师贪求世界 将他不知道这将来 会给他带来多大的灾祸 在这一段 我们是看见 亚伯兰 他真的是活在信心的里面 在雅各书 我们曾经分享过 雅各书里面说 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并且信心因这行为 才得以成全 亚伯兰现在 真的是显出信心的行为 感谢神 我们再来看 往下看这个故事 第三段 十四节到十八节 我们再来看 这个时候神又出来说话 神又出来说话 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 罗德离开了亚伯兰 这个罗德 可是从乌尔的时候 从乌尔的时候开始 就一直跟着亚伯兰的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年头可不是一个短的时间 一起从乌尔出来 一起到了哈南 到了哈南那么多年 又一起下了迦南 到了迦南 然后一起下了埃及 就从埃及再回来 这一定是 数十年的时间 现在这个罗德 这个侄子 这么长时间跟他在一起的 一个亲人 而且还是主力 而且是神一起在 相信神的弟兄 现在却毅然决然的离开了 亚伯兰心中 会不会有一点孤单 会不会有一点失落 会不会有一点伤心 我想他会的 必然是会的 然而我们的神 能够体恤亚伯兰的心 所以他就再一次出来 来向他显现 向他说话 有人归纳他下面这段话呢 说神的话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 重生应许 重生地的应许 重生地的应许 这是14节到16节 我们看他怎么说的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在这一个应许的里面 在这个应许的里面 我们看见神用了一个字 说直到永远 这个很有意思 那前面说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原文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 前面是有定贯词 而且是单数的 Die Seed S-S-S-E-E-D Die Seed 就是那个种子 赐给你和你的那个种子 那个后裔 Die Seed 所以这里的这个字 和上一章的第七节那里的字 都是一样的 其实都是指到一个整体 一个亚伯拉罕后裔的整体 那我们知道 在这个整体的里面 如今是一些什么人 是一些什么人 活在基督里面的人 活在基督里面的人 对不对 在加拿大耶稣里面讲得很清楚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 这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这个后裔其实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稍微留意的 第二件事情这里特别的说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请问一下我们能不能够理解永远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太能够理解永远 对不对 眼前的事情已经忙得一塌糊涂的 还明天都搞不清楚 还到永远了 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模糊的 非常非常的模糊的 我们这个脑子真的想不过来 直到永远 想不过来真的想不过来 神应许地的时候用了这么一个字 而且我们看神应许呢 第二个应许呢 应许人也用了类似的一个说法 很有意思啊 我们看第16节 他重生应许 重生人的应许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和地上的 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沉沙那样多 你的后裔这个后裔也是一样 是单数 定管词前面有 这里是圣经第一次说 亚巴拉罕后裔的这个整体呢 要如此之多 要如同地上的沉沙那样多 人若能数算地上的沉沙 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请问一下 人能够数算地上的沉沙吗 不能 我们数不了 我们没办法数 所以这个话的重点呢 其实不是说那个人数的问题 乃是说什么呢 乃是说地上的人呢 普遍的都要因着你而归向神 是这个意思在里面 所以这个应许呢 好像前面的直到永远一样 也有一个超乎人的眼见的一个特质 你的后裔多少 好多好多 多到你根本数不清楚 这也是超乎我们的人的思想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也是超乎亚巴兰当时的思想的一件事情 在这两个应许之下 神给亚巴兰什么样的呼召呢 第三 这个应许的第三部分是 鼓励他呼吁他 起来去得 第七节 第十七节 你起来 arise 这是一个命令 神一面应许地直到永远 一面应许人数是 你不可胜数 现在又给他说 你起来 去得 请问一下 这个时候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相信吗 你会相信吗 直到永远 不可胜数 这些概念 真的是超乎人的脑袋 超乎人的思想 可是很有意思 十八节 这里说什么 亚巴兰就搬了帐篷 亚巴兰信神 就信神的话 就起而行之 所以难怪后面 创世纪 创世纪后面说 亚巴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 就以此为他的义 亚巴兰 没有凭着眼见 乃是凭着神的应许 尽管这个应许 超乎他的思想 超乎他的所能够想象的半位 但是因为是从神来的应许 所以他就相信 他就按照神的话去写 亚巴兰就起来 又为耶和华 住了一座坛 在那里为耶和华 又住了一座坛 亚巴兰就得着了 那上好的 永恒的 超乎人的眼见的事物 就是神自己 感谢赞美神 这一章的故事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一章的故事 让我们想起 西伯来书里面的一句话 刚才好像是我没念过的 刚才我们念到了 《起因经文》里面 西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内说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使得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 在世上是克里 是寄居的 弟兄姐妹们 亚巴兰当时活在这个地上 是凭着应许 不是凭着眼见 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 在世上是克里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 愿神保守我们 在地上活着 也是一个寄居的心态 一个克里的心态 活在这个地上 正像当年的亚布兰一样 我们的眼睛不要只是 关注在眼前的事物上面 我们的眼睛要定睛在 永恒的事情上面 尽管永恒的事情 好像我们不太能够想象 但是神说有 那就一定会有 阿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看明白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今天 只关心眼前的事情 像罗德一样 不关心永恒的事情 感觉那个永恒的事情 似乎离我们很远很远 如果是那样的话 其实我们在今天 所有的地上的事情上面 也会无所适从 同意吗 如果我们不关心永恒的事情 在地上的事情上面 我们也会无所适从 求神保守我们的心 定睛在永恒的事情上面 定睛在神的应许上面 就像亚布兰一样 可以平信而行 好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最后有点祷告 恩主我们谢谢你 求你 谢谢你再一次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那不能看见的 主啊 我们实实实在在 是当叫我们的信心得以成全 我们的信心得以成全 靠的是你的恩典 靠的是你的话语 靠的是你的应许 我们的信心得以成全 我们的信心得以成全 也要我们自己 起而行之 按照你的应许而行 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不断的怜悯保守我们 直到今日 我们相信 你还要不断的继续的保守我们 直到你再来的日子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OK